天鵝給人感覺很純潔優雅 但原來也有凶狠的一面 在美國伊利諾州天鵝護理員康斯萊 在她工作的湖泊上挖著艇 準備幫一隻白天鵝檢查身體 誰知這隻天鵝突然瘋了地拍翼攻擊她 更加令她反艇掉進湖裡 康斯萊多次掙扎 努力嘗試浮上水面呼吸 但竟然惹來一群天鵝一起襲擊她 最後她沉在湖底浸死 康斯萊爸爸說 康斯萊自小心愛天鵝 但想不到她最終竟然被天鵝謀殺 當局調查後就指 康斯萊隻艇可能挖得太近天鵝巢 令他們覺得受威脅 所以出於自衛殺人 最後當局裁定康斯萊死於意外